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位求助者是谁 有请 我叫刘晓斌 我来自广东 我来找竟然在我梦里出现的人 我是他养我 我来给我儿子养我儿子的一个梦 希望他能找到解开这个心结 过得快乐一点 一段挥之不去的梦 解开怎样的绅士谜团 梦兴时分 母子俩又将何去何从 有请 哦 是一个年轻的孩子 主持人老师好 您好 老师好 来 请坐 孩子你找谁啊 我来找 经常在我梦里出现的人 梦里出现的 谁啊 我这个梦要加个双银号 在我四岁的时候 我就是跟小伙伴在楼下玩 有一个三十多岁大概 一个男的 都拿着一个玩具车 转来转去嘛 就是吸引我们的注意力 然后因为那时候小 就看到玩具车就很好奇 然后我还记得就是当时有一个弟弟 那时就是想拿个玩具车 然后去拿给弟弟玩 然后我就去找他一样 然后他就是说 他还有很多 那我就那么迷糊地就跟他走 实际上是一个人贩子是吧 对 好像我哭了 然后他就是看到我哭就比较烦 有点不耐烦那样子 就打了我一巴掌 就叫我不要哭 吓我了 因为我记得当时我爸爸是卖水果的 经常穿一件红色的外套 然后就路过他的一个水果汤 那我爸爸就问我说 怎么在这里 叫我赶紧回家 我当时可能被那个人贩子吓怕了 没有敢跟我父亲说这件事 然后我就默默自己一个人就走回家 那个人贩子就一直跟着我 就直接把我抱走 你那时候四岁 这些都是你记忆中的 对 把你领哪儿去了 带到一户人家 就大概待了一个星期左右 然后就到了我现在的这个家 来 陈警官 这个孩子被应该是被这个养父骨买的 去年的兴法 休战案9啊 对买方也入行 也要追究刑事责任 过了追究刑事责任的时机了 对 这个应该是不一定追究 但是今后的话 对买方的一定要追究刑事责任的 此时 从人贩子那里买到小编的养母 吕玄华 却并不意识到 他曾经的行为已触犯到了法律 关于收养小编的过程 他有着这样的解释 你还记得当初他是被谁送家里来的 就是 一个妇女 一个妇女带他出来的 那个时候 那个女的就在我们高壁 那个女的是 也是外地的 就是说他 这样一个老人太老了 就是整天无物正业 没有这什么事情 是他打他 没有他跟他过得不好 他要把这个孩子收养给人家 他要改嫁不要带去 那时候我看到这个妇女 是挺可憐的 因为女人带一个孩子要是去改嫁 这个孩子也是会和他受苦的 刚刚那个时候 我家里也是才一个妇女 我就想 但是如果他真的不要 就把它抱养回来 当时是给那个女的钱了吗 给了 多少钱 给了12000 12000 您现在知道那个 应该是个人贩子了 就是他这么多年来 他也没有说 一直没有说 我都说他 不知道他的身世 他说以为是真的是亲妈 把他送眼给我的 养父养母 对你好吗 我有一个姐姐嘛 她是我这边养母亲生女儿 就是在我身上付出的 要比姐姐多 你现在多大 我22 有工作了吗 在厨房当学徒 这十几年 您有没有想过 说有一天 小斌 知道了 自己不是您亲生的儿子 因为这个 总归不能瞒一辈子 对不对 是啊 怎么跟他说呢 我有说过 等他长大了 才告诉他 长大多大 等到他 从家了才告诉他 平时有说 他有种 那个乌乌不乐 我也不知道 是什么原因 我也没有去问他 感觉 有时候也是 好像对不起他一样 小斌的闷闷不乐 源于他初中时的发现 到初中的时候 有一个表哥 他就是 搬着我的面 然后跟其他人说 我跟他虽然是兄弟相亲 但是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明白原来那不是梦 那都是真实的 知晓绅士的小斌 对群母的期望 更加强烈 什么时候开始 想找你的亲生母亲 初中的时候 开始想找 但是因为那时候 就是比较小 而且条件有限 就不知道 不知道从何找起 高中的时候 看了两部电影 亲爱的 还有刘德华那个《世姑》 看完之后我才知道 原来失去儿子的父母 他们可能因为找我的原因 过得很不好 所以我觉得 作为他们的儿子 我有必要找到他们 告诉他们我过得很好 因为你父母会一直在找你吧 对 因为天下父母心都一样 我感觉他们会一直在找我 然后就去行经评判 然后就去采血 问你养母了吗 没有 你内心纠结吗 因为我之前一直都想着 告诉他嘛 采完血之后 我就感觉 只要我亲父母那边 有入库的话 应该匹配的话 比较快就感觉机会大了 不然到时候 我觉得找到了之后 再跟他说 可能会对他造成很大的伤害 从小就被养母买来的小兵 随着身世的层层解锁 已不得不与养母挑明一切 这让23岁的她 陷入了两难境地 所以那时候我就提前跟我 跟我养母先说 我那时候准备打电话来着 然后那时候因为开不了口 很难开口 我就决定发微信给她说 我那时候真的说真的 心里很纠结 就心好一直悬着 发微信的时候也是 手一直抖 就问她 我是不是她的亲生儿子 我发完之后 我记得她好像那时候是 很久才回我 她也没有 没有说再继续去瞒着我 她就站在母亲的角度 我就发了句说 只要是儿子好 她支持我 是你来找 对 当时一下都静呆了吧 静呆了 您现在知道那个人 应该是个人贩子了 就是 就从我的儿子跟我说了以后 她说那个不是她妈妈 那个是人贩子 那时候我一下子 也是很痛苦的 就是一直不敢相信 不敢相信这是事实 您碰上了小斌的亲生父母 您可对他们说什么 我会对他的母亲说 对不起 要是我不买 大家都不买 人贩子就无力可图 就不会找着了这样 社会现在那么多 还是失踪了 我今天见到你的父母 你会对他们说什么 那么多年 我知道你们一定还在找我 你们可能因为找我的原因 过得很不好 让他们可以放心 过得好一点 来小斌 请站到这来 看看我们的树东 是如何帮你们寻找的 刘小斌你好 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树东 我们在我们的这个 官方融媒体平台上啊 看到了你登记的寻人求助 我们也是根据线索 第一时间帮你展开了寻找 根据你的记忆啊 你记得小时候呢 这个父亲啊 是卖水果的 家里还有一个弟弟 但是具体你是什么时候 在什么情况下 和家里人走失的呢 你却记得太清楚了 于是呢 我们就联系了宝贝回家的 一位志愿者 叫做西妈妈 在宝贝回家的网站上 为你一一排查 相关的信息 我在宝贝回家网站上 看到一条2011年登记的信息 上面是一对父母发布的 他们家在1998年9月 在家门口丢失了 一个四岁多的儿子 他们家也有一个弟弟 家里也是卖水果的 但不是爸爸 而是妈妈 虽然有部分信息 并不吻合 不能全都对上 但是我们并没有放弃 我们也是立刻安排了 你们进行采写 对双方的基因进行比对 我们希望今天能够得到 想要的好结果 我们希望这扇大门 为我们的求助者打开 我们下期再见 好 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觉得梦里的人我非常不可 十八年了 我能给她的 我全都给她了 一直都没有接受 然后她有这种心理 有这个痛苦吧 准备好了吧 好了 为原寻找为爱坚守 请开门 大吸 大概小亿 中文字幕了解 想一想我亲生父母那边 因为找我而过得很不好的 觉得我必须找到他们 请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孩 嫂子 来小斌,请把爸爸妈妈领到这儿来 我好激动 高兴的是他找到了 心里危险的是 害了这个儿子这么多年 也害了他的父母找到他这么多年 自己也真的很自责 来爸爸妈妈坐 我看你挺冷静的 你看你把你妈哭成啥了 你现在什么心情小斌 我很激动 激动 孩子丢了以后你们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他中午十点钟都还得跟我从盖上提苹果香回来 十点钟,六点钟我回来就找不到人了 我的青年都这样盖上做生意的到时候知道 你们是哪个人 我们是贵州的 我们是贵州的 贵州的 孩子丢的那年 孩子多大 有四岁半 四岁半 你看还就是四岁半 你们后来就跟当地警察都联系了吗 就是当天晚上没找到就报了警 报了警 这些年你们一直在找孩子吗 一直在找 也不知道怎么找 就是听到哪里我有点希望就到处去找 这个寻人期是18年了 基本上没有继续 父母这18年找小斌 他们可能也不知道去哪找 但是他们就一直留着 像爸爸也留着当年穿的那件红衣服 爸爸你把衣服穿上 让小斌看看 同时我还要告诉小斌的是 你可能不知道 爸爸当年跟妈妈打工 在贵阳租了个房子 后来找你这么多年 这个经济条件也不好 房子也破 但是就是没有搬家 因为就想着你回来 记着家的样 找你家的门 老兵对这件衣服有印象吗 因为我只记得是红色 但是具体什么样子我也不知道 爸爸的样子记着吗 妈妈的样子也不记得了 这是有aydicunnyight 还造型的 孩子做人小时候的照片 oy 小时候的照片 像不像 Trump的照片 react 我在 取照的照片 爸爸这回来啊 还专门拿手机拍了一段 家里这个旧房子这个视频 是吧 小兵来看看 弟弟你好 我是大姐 你的名字叫小海 不知道你还认不 还记不记得 你还有一个二姐叫刘晓岚 你小的时候非常喜欢 爷爷奶奶养的猪啊 每次看到都特别特别的兴奋 这位是奶奶 还有爷爷在老家 这位是弟弟 哥哥我是小哥 以前小的时候玩的时候 弹着呢 以前你还经常照顾我 我们以前都在这里 相信你 你好 回来 你还记得这个家吗 家里面我是不记得 但是我记得楼下 好像有一条河 楼下有条河有吗 妈妈 有 有啊 奶奶的样子还记得吗 手里拿的是他们的DN检查 DN检查报告 经过前后两次的比对 比对出1998年9月 贵阳是失踪儿童的父母 父亲刘清军 母亲杨清慧 他们两个可以确定 属于生物性亲子关系 所以放心 从科学上证明了 这就是你的亲生爸爸妈妈 这就是你们的找了18年的亲儿子 你现在相信眼前的这一切都是真的吗 今天找到儿子 爸爸说一下什么心情 盼望找他48年 就是也不知道过得好不好 也不知道受委屈没有 就自己一直在找都没有下落 说说吧小冰 你这种态度让我心里说不上来的难受 我从小就一直想象这个画面已经很久了 今天就是 就有点 不知道怎么说 突然了 对 刘清军夫妇这次除了与儿子相认以外 他们还有一个心愿就是 要带儿子回家 不让儿子再离开他们 希望他们是他在你们身边 可以一件事吗 我们应该要 不议到车站住 如果小冰 找到亲生父母 想跟他们回去 你会怎么想 他要跟他回去 我也是同意的 你以后会不会想孩子 肯定是会想 就是他不想跟我回去 我愿意他跟我回去 他不跟我回去也是这样 我就随他把想着完 是什么事 小冰 你怎么打算 我还是 要留在我养母这边 那这边的父母呢 同时 同时 我 也想 我想两边 我跟你说一句吧 其实 你刚才的那种 内心的这种挣扎 我们大家都看在眼里 因为对你而言 你在四岁 就已经埋下了那个种子 家在这儿 你要回家 是这样的一个信念 让你去找家 也是这样一个信念 让你能够找到家 是不是 知道一个结果 见了面 就是团圆 不是 你和你亲生父母的故事 你和你养父母的故事 还要靠你往下走 你必须协调两个家庭 你必须和你的亲生父母 重新去建立新的感情 新的交流 和新的表达 这对你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我们相信 你努力 一定能够真正的回家 现在只是一个结果 这孩子不是找到家了吗 这个我们也把这个案件信索 要交给广东和贵州 两级公安局外 对这个案件 重新进行梳理 重新调查 争取的 把人犯只能抓到 生之以防 好 谢谢 刚才呢 你老师和小冰 在前面聊的时候 我在后面跟养母 一直在一块 她其中最重要的 让我向亲生父母说一句 对不起你 我会对她的母亲说 对不起 养母来了吗 在后面 在看大家的态度 拐卖这个 其实 是 是最痛恨的 没有买家 她拐孩子 她就卖去水 她也养过去 好 我心里难受了 好 我心里难受了 没有买 就没有卖 对 听 谢谢 谢谢 悲剧的发生 都根源于当初 罪恶的拐卖行为 无论出于何种动机 金钱买卖 只能带来伤害 唯有真正的爱 才能换来 永恒的亲情 是 幸运 很难 那是 大陆 才有没有 这个 你看 今天那一髮子那麼大 如果養你這邊會跟我來找你 你們要不要見一下好不好 我們現在不想見他 我們現在不想見他 他有沒有想過我們都能夠感受 我媽那邊就是 他也是上當受騙了 他拆散我們一下 不能拍 你們可以怎麼先撿 我覺得我還是得先給我養我們這邊 先交代清楚 因為他現在需要我 雖然找到了親生父母 小斌卻陷入了兩難的抉擇 親情的修復可能需要更多的包容和耐心 小斌和他的家人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我們祝福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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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